大家好,我是陳車,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集我想說一些過了30歲之後 我們不要再用的幼稚裝飾 這是比較誇張的題目 但如果不是怎樣引到你們進來呢? 現在還是要駁留兩密碼 如果我改做你們考慮的裝飾物品 我想大家都未必有興趣聽 事實上是我們十多二十歲的時候 我們跟家人同住,房間或朋友夾租 我們純粹把空間填滿就算了 大家歷練未夠,說到自己好像很老 你未必找到自己的風格 再現實一點,可能資金未夠 純粹買些東西放在家裡 做些裝飾物品就算了 但年紀大了,我們一步一步走入墳墓 過了30歲之後,我覺得是一個轉捏點 大家知道什麼是對自己 又或者收入多了,錢多了,有更好的選擇 所以我想做這條片的原因 我想大家靜靜地坐在家裡 看看我們周圍的環境 會不會有些東西在20歲的時候買回來 現在可以試試改變一下 配合自己的年紀 如果你小到30歲後沒有話說 不過你也可以看看 會不會有些十多歲買回來的時候 到現在不適合用 我打算放這條片在10年 看看10年之後,大家會不會多謝我 在我的名單上的第一件事 就是那些很便宜,很廉價 甚至有卡通的床攤皮膚 我再說一次,我們在十多二十歲的時候 我們沒有什麼錢 我們只可以提供到一些很便宜 很廉價的床攤皮膚 通常我們都用很久的 用5到10年以上 那些有積的枕頭袋 其實我們一早應該換了它 甚至我們捐了它,消滅了它 在英國這邊有Council 每個月都定期會回收一些舊的物品 在香港其實大家可以試試捐去舊細君 對,我們試試捐去,消滅了它們 我們就可以換一批新的床攤皮膚 我們的人生其實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躺在床上 大家很值得對自己好一點 試試買一些Corton Ninan的物料 還有,如果你們二十多歲 都還在用卡通公仔的床攤皮膚 我想你們真的要考慮一下 如果你們三十多歲都還在用的話 對於某些人來說 可能以上的說話很難聽 可能你們真的很喜歡Marvel 或者Spiderman 甚至Serio 是否卡洛Kitty那些卡通人物 但我也是出於關心和愛護 希望你們有一個更漂亮的家 外面的百貨公司 其實有很多很漂亮 不是很貴的寵具 大家可以試一下,升級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每天都會用到 每天都可以享受到 每天的充滿 我們過了某一個年紀 又說到自己好 應該要看看外面的床單皮膚 嘗試搬走去 配合一下我們自己本身成熟的路線 或者你們很喜歡的酒店風格 我想大家會更享受 反映到你本身的背景和歲數 嘩,我老套,我悶也好 我的床單皮膚從來都只會選擇正式 頂多都是一些條紙和間條圖 因為我不覺得其他模式 例如格仔或花紋 會比較容易處理 我們的床單皮膚 其實佔很大面積 他們在房間裡佔了很大的視角重量 這些這麼有個性的模式 很容易會被鎖在某一種風格裡 如果你想改變另一種氣氛 改變另一種風格的話 就相對不太容易了 即是難一點 為什麼我說得這麼複雜? 相對不太容易 即是難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Hometour的影片 我家裡的藝術片大部分都是我貴的經歷 我去旅行、去展示會買一張圖片 如果我很喜歡藝術 我甚至會買他們的藝術片回來 每樣展示的物品都有它的意義 我經常說一間屋最重要的一個個性 就是可以反映到屋主、戶主的經歷和品味 不過說一個真相給你們聽 其實出發點很簡單 我就是想用最便宜的方法填滿了牆墊 是窮啊 過了30歲之後 我們可能會成熟一點 我們想找一些電影的圖片、圖片、掛畫 黃瓜圍、黃家衛的電影 很多人用 花樣年華、重慶森林2046 這些電影海報 我在香港很多朋友都看到 又或者一些人像攝影 很有氣氛的黑白攝影照 Grace Jones、奧德里夏萍 都很多人用 雖然我不知道去哪裏買 我聽朋友說 X上面有很多好東西找到 或者這些舊的電影CD poster 關屬儀、梅姐 找一些art味道很重的poster 我經常都覺得這些poster 過了十多二十年之後 它們味道沉穩下來之後 變得更加豐富 更加值得我們掛在家裡 因為每個人對於art的看法 如何配搭在家裡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最想最想說的就是 將一些poster表起去 用畫框表起去 看上去會更加Polish 更加準確 看上去更加成熟 如果你買些poster回來 就這樣用Bluetech 在牆上 我覺得十多歲的時候 你在自己的房間這樣做 沒有問題 或者你住的時候 想做一個小小的自己角落 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還在找自己的個性 好了,去到現在 我們長大了 成年人了 成熟了 好消息的是 我們不需要花太多錢 你仍然可以買自己喜歡的poster print 掛畫 只要frame 表起去就可以了 Ikea 其實有很多frame 可以選擇 幾十元到百多元 已經可以選到一個 50x70cm的畫框 完成度會高一點 更加準確 和Polish 會更加完整 讓人知道你是精心挑選 去展示這張poster 同樣道理 我會應用在我們的相片上 雖然我不知道現在 還有多少人會曬照 應該這麼說 可能應用在我們的即影即有相片裏面 沒錯 可能我們有很多special的moment 我們想每天都看到他們 但如果你不裝飄起相片的話 我會覺得 可能你看到那裡有個牆身 有個空位 我想就這樣放些相片填滿了它 或者那些水松木 pin board 填滿了我們的相片 即影即有 postcard 零零碎碎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這些就太過DIY 太過小朋友的做法了 精心選擇幾張相片 最想和人分享的special moment 靈靈用畫框去表起 它好好展示 比較好 比一百幾十相相 黏在牆上 因為我們眼睛 不知道 Focus去哪裡 作為成熟的人 我們應該很清楚展示 很懂得處理我們的物件 以及 就算展示三四張相片出來 你暫時其實可以更換 下一個比較不討好的就是 全屋都用了Ikea 我自己都很喜歡Ikea 有誰不喜歡Ikea 我自己做了三條片 關於現在家具的好物分享 但老實說 Ikea實在太過便宜 它的Catalog相當之精美 有很多reference 你走進去的showroom 基本上可以告訴你 如何配搭他們的家具 整件事相對非常容易 基本上可以去它的貨架 收拾自己喜歡的東西 把整個showroom 搬回到自己家裡 這個很合理 我們剛剛二十多歲 可能搬出來住 可能在一個租的地方 我們不知道將會住多久 也不會浪費太多錢 去佈置租的地方 Ikea就成為了我們入手傢俱的地方 我自己很喜歡Ikea 只要你懂得選擇 裡面有很多性格比很高很漂亮的傢俱 我的床、鏡頭、一些貴 都是在現在的傢俱買的 我把連結在右上角 你們自己按來看吧 我想說的就是 現在的傢俱的產品目錄 實在太過廣泛 基本上可以牽涉到不同的年齡層 二十歲出頭的租房 三十多四十歲剛剛置業的 無論你是什麼年齡層都可以喜歡現在傢俱 但是如果你用完全屋都是現在傢俱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想說什麼 它不會給人一種有成熟的感覺 有設計感 因為這些只是現在傢俱內部的設計師 他們的佈局 Ikea其實很棒 家裡有幾件Ikea 其實省了很多錢 例如你的梳化、餐桌、餐桌 其中兩件選擇現在傢俱完全沒有問題 我覺得它配合其他品牌的傢俱 還非常好 至少會是成年人的感覺 不像現在傢俱開倉 你收拾了一大堆現在傢俱的物品 放在家裡 就當你坐在客廳 如果你坐在沙發上面 你看到你的沙發、茶几、角几、 單座位、電視櫃 全部都可以出自現在傢俱 或者飯桌裡面的餐桌、餐椅、吊椅 全部都是出自同一個品牌 如果你二十多歲 我覺得可以的 或者你只需要有一個地方住 不要最後那麼多 但是你去到某個年紀 你真的想製造一個很stylish 很漂亮的家 你就真的需要想想 是否需要全屋的傢俱 都是用同一個品牌 這些是否真的可以反映到你個人的魅力 我自己幫客人選擇傢俱 做styling的時候 我都會用到一部份的現在傢俱 再加一部份的Wayfair、Dunam 甚至有些客人給得起錢 會用John Lewis 或者會用一些設計師 真的設計師作品 我們家裡可以有些有便宜有貴的傢俱 除了可以將成本拉曲降低 還可以做layering 不需要全部都用了便宜 或者全部都用了貴的 有些便宜的東西 有些貴的東西 令到質感拉均勻 將平平無奇的現在傢俱出品 在一些貴的東西裡面 更加有氣質 下一個我想說的就是彩色LED燈帶 我又想起林太 我覺得我和他都可以做到很好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十多二十歲的電競選手 我給你的意見就是 儘量買彩色LED燈帶 儘量貼到整間房間都是 但當你去到某個年紀的時候 你應該會覺得這些彩色燈帶 有點幼稚 不太成熟 我本身是一個很討厭燈帶的人 尤其是燈帶做的燈槽 為甚麼要照光天花板 上面沒有重點 你照光天花板沒有用的 我覺得燈帶燈槽最有用的地方 就是安裝在一些比較暗的地方 比如廚房的吊櫃下面 色櫃的層板下面 一些藏起來的地方 做一些很軟的光線 做一些滲光的效果 這個已經是燈帶最大的效果 它本身是應該提供含出的光線 所以我們應該很含蓄地利用燈帶 而不是沒有意義地照在長角 照一些天花板 照一些沒有焦點的地方 或者很直接地照在你面上 這個致命方法 十幾二十年前就比較流行 好了,說回燈帶 我覺得燈帶最好用自然 溫暖白的色溫 它可以配合室內的設計 或者其他燈色 而不是彩色彩虹光 因為它實在有太多顏色的 在同一個空間裡 它沒有固定的Color Pilot 去anchor 去牢固抓住你的設計 除非你想走Disco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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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話要說 動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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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真的要讓我選擇燈帶的話 雖然我不會 我都會選擇一些很溫暖白的 很自然的色溫 不會變色的 不會閃的 稍微的燈帶去營造我們 比較luxury 比較漂亮的空間 還有現在很輕的 藏在電視後面 會隨著螢幕變色的彩色燈帶 聽我說乖 藏在它 不要再用了 我經常都覺得 這些彩色燈放在家裡 就會變成一樓一Disco 很便宜的感覺 Sorry Not Sorry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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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